大家好,我们开始讲解出口企业出口退税实物培训第二篇 那么第二篇的内容呢,包括了八项内容 那么这里边分别介绍了各种贸易方式下的会计实物与核算 分别有生产企业的一般贸易的出口会计实物与核算 来料加工与巨鸟加工 以及一般贸易下的外贸企业的会计处理与核算 来料加工和巨鸟加工 最后呢,将介绍我们代理出口业务的会计处理与核算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解生产企业一般贸易的出口会计实物与核算 那么生产企业会计实物核算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生产企业的贸易核算的特点 然后呢,再对它的贸易的这个会计实物进行讲解 我们生产企业执行的出口退税的核算呢 叫做免抵退税核算 那么我们国税总局在描写这一步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步要计算当期不得抵扣税额的计算 那么当期不得抵扣税额的计算 就是等于出口货物离安价格乘上外货人民币的折合率 再乘上征退税之差 那么我们现在的征税率适用是16 然后呢,减去我们的货物的退税率 它之间有个差额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那么计算出我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之后呢 我们进行第二步计算当期的应纳税额 那么当期的应纳税额等于当期的肖像税额 减去括号 当期的进向税额 再减去我们第一步所计算出来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括号 到了第三步 我们再计算当期免底退税额 那么当期免底退税额等于出口货物离安价格乘上外货人民币的折合率 再乘上出口货物的退税率 等于15还是13算出来一个免底退税额 算出我们免底退税额之后呢 我们要进入第四步计算当期的应退税额和免底税额 这里边我们分别有讲个条件 当我们刚刚计算出来的期末的留底税额呢 小于等于我们免底退税额的时候呢 我们应退税额即等于期末的留底税额 当我们的免底税额等于免底退税额减去应退税额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期末留底税额大于免底退税额 那么我们的当期的应退税额等于当期的免底税额 当期免底税额就是零了啊 那么这个核算呢 是主要是我们国税总局用文字给他进行描述 那么大家通过我这么一个讲解之后呢 我估计啊 那么大部分的学员呢 对这一块呢 还是不是特别了解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计算公式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来计算他的免底退税额算的原理 那么假设一张关单啊 这个关单号呢 总共是123456789 987654321啊 那么出口的是A商品 FOB价格是一万块钱 退税率是15% 征税率是16% 退税率是5% 征税率是16% 那么我们说我们拿到一张关单之后呢 首先根据他的商品电源编码呢 我们就能确认他的退税率是多少 这是我们在前几年当中呢 始终给大家强调的啊 那么FOB价格呢 作为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确认收入的这个价格 也是我们的离岸价格 那么这个曝光出口的是FOB 一万人民币啊 为了就是说让大家呢 在计算的时候呢 比较简单一点啊 我们拿出这张曝光单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企业的负责人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老板 拿出这张曝光单 跟我们的这个财务人员说啊 白块家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啊 这张曝光单我们能退多少岁 然后呢 当期呢 我们需要准备多少进行税额呢 啊 能不能提前能跟我说一下 我好准备一下 那么咱们学员能不能立刻回答出来啊 我们应该准备多少进行税额 当期大概能退多少岁呢 啊 那么这呢 也是我们一个好的出口退税啊 快家 应该具备的一些这个啊 技术吧 那么我们看啊 我们如果说啊 对这个计算的话啊 过于理论化的话 就很难以啊 让我们相关的负责人和我们的这个啊 企业的这个老板啊 把我们的这个核算的搞清楚 为什么呢 咱们前几节啊 这个内容里边啊 当期不得免底退税额啊 他的核算啊 我们给大家读了一遍啊 当然肯定在脑袋里啊 一片这个浆糊啊 对这个计算了 根本就不太了解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 直接把这个公式啊 总局的这个公式拿过来之后呢 给我们这个相关的负责人 我们的老板演算一下啊 恐怕这个结果是不太好 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这个 自己能把这个核算 讲清楚的一个简单的这个计算呢 哎把这个退税呢 给他说清楚啊 那么第一步呢 我们要跟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说啊 我们圣战企业执行的是免底退税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免 什么叫底 什么叫退啊 那么第一步叫免 说我出口的这个商品啊 他出口的这个价格啊 是免征这个环节的销向税的啊 也就是说我这个A商品呢 如果是在国内进行内销的话 那么这个FOB的这个一万块钱 会征百分之十六的这个什么 销向税 对吧 但是呢 由于你出口 所以呢 我们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出口的这个 征税率啊 我们就不给你再征了啊 我们叫免征本企业销售环节的这个什么了 销向税啊 所以叫免 那什么叫底呢 啊 就耗用在我们的这个啊 出口货物上的这个金项税额呢 可以先去底顶内销的这个业务 剩下的我就可以进行给你退税 剩下留底我就可以给你退税啊 这是一个免征退税啊 具体的概念啊 那么我们先从免来讲啊 这个免虽然叫做免征本企业销售环节的销向税 但是呢应该说总局在对这块政策的描述上 不是特别的完美啊 为什么说他不是特别完美呢 我觉得应该加上一个部分啊 叫做免征本企业部分的什么呢 销向税 因为呢 如果你的这个退税率低于他的征税率的话 我们就有从啊 我们就有一段差额需要进行缴税啊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品的征税率是16 他的退税率是15%啊 那么这部分的外销销向税额是多少呢 就是FOB价格一万乘上括号 16%减去15%等于100和7 也就这一部分是不免的啊 当然如果说你的退税率是16%的话啊 那肯定就全免了啊 16%减去16%是0 那么我们外销销向税额也就是0了啊 所以我们总局说免征本企业销售环节的销向税啊 应该说说的啊不完美啊 那么到了第二步啊 内销的这个销向税额 内销的销向税额 那么内销的这个销向税额呢 就是我们当期在国内进行销售的这个什么呢啊 金额 那么如果说我们当期在国内销售5000块钱 成是16% 那么就内销的这个销向税额啊 内销的销向税额啊 国内的销向税额也是当期啊 当期我们有多少国内的销向税额 那么当然这个销向税额呢 可能也包括我们的这个上期的流底等等的一些这个税额啊 但是在我们这道题里面啊 就上期流底是没有啊 只是我们当期买了原材料啊 我们耗费了这个销向税额啊 是1600块钱啊 好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算出来了啊 那么到了第四步 我们要计算一下当期是否有应纳税额 当期是否有应纳税额啊 那么这个应纳税额的计算呢 当然是销向税额减去进向税额对吧 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呢 有两个销向税额 一个是外销的销向税额 一个是内销的销向税额啊 这点和我们做内贸啊 有点区别 做内贸的话啊 我们肯定只有内销的对吧 只有内销的销向税额 所以我们内销销向税额减去内销的这个进向税额 我们就可以计算它应纳税额 但是我们在做啊 生产性的这个出口企业的这个免离退税的核算是啊 肯定还有一部分这个什么出口用的什么的销向税额啊 也就是这100块钱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如果说你的这个退税率是16% 和征税率是保持一致的话啊 当然我们这里边也就不存在啊 好 现在我们看它的应纳税额是多少呢啊 就是100块钱加上800块钱啊 100块钱加上800块钱 900块钱 那么900块钱减去这个1600块钱啊 900块钱减去1600块钱 就有留底税额是什么呢 700块 留底税额是700块钱 比如我们当期呢 不需要上国家交税了 留底700块钱 那么做到第四步啊 留底税额已经算出来了啊 当期有700块钱留底 然后我们要进入到第五步了啊 第五步我们再拿到这张关单 这张关单是一万对吧 我们刚才用这张关单 计算了一个外销项税额 也就是征退税之差 现在我们再用关单的这个FOB金额呢 计算它的理论上的最大退税额啊 计算它的理论最大退税额啊 那么计算出来之后是多少呢 1500块钱 那么这里面咱们学员可能就会问啊 谭老师啊 为什么你说的这叫关单上 理论上的最大退税额 而不是实际上的退税额呢 那么我们说我们出口货物啊 退的是什么啊 退的是国内所耗用的进项税额啊 并不是说你出口了这个价格 乘上我的退税率就算出来我的这个退税额 国家就给你退这么多啊 并不是这样 是退耗用在这个产品上的国内的这个进项税额啊 那么为什么又叫做最大的这个退税额啊 为什么又叫做那么这个金额的计算呢 就像一个游标卡尺一样啊 就像一个顶棚一样 它卡在我们最上线的位置上 最上线的位置上 就这张关单 你退税额 你最多你不能超出这一千五百个钱 那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啊 屋子的房顶是两两米五啊 那么这个孩子的个高呢啊 如果你长个的话啊 你这个最高 你不能超过这个什么呢 两米五的这个房顶啊 但是咱们说 两米五的房顶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孩子肯定就会长到这个两米五 当然不是对吧 那么这个孩子长个的话 它取决于很多的 但最重要是取决于孩子对吧 孩子你是长到一米八五 或者长到一米七啊 对吧 这是最重要取孩子的 是吧 取决于孩子 那么这个一千五百个就相当于一个房顶 比如说你孩子你高的话 你不能超过什么呢 这个房顶两米五啊 你再再长的话 你就长不过去了 这个房顶在这啊 卡着 但实际上我们也是举这个例子啊 如果是孩子这样长的话 他可以再换一个房间吧 对吧 我们就举个例子 让大家明白啊 这个退税额有什么用途 这就是这个理论上的最大退税额有什么用途 那么这个一千五百块钱就相当于一个房顶 那么他退税不能超过一千五百块钱 但是真正的退税取决于多少呢 取决于他所耗用的在国内所耗用的原材料的镜像税额 那么说我们在第三步里边有一个国内所耗用进行税额是一千六百块钱对吧 但是这一千六百块钱呢 这一千六百块钱呢 他在第四步的时候 抵顶了外销的销行税额和内销行税额之后呢 只剩了七百块钱 所以呢 虽然这张官单理论上最大退税额是多少 一千五百块钱 但是由于我只有进行税额七百 就我们只剩下七百块钱 所以我们当期的退税额就是七百块钱 而这一千五百块钱呢 剩余的未退 就是剩余的未退税额是八百块钱 剩余的未退税额是八百块钱 好了 我们再看 这是国内进行税一千六百块钱的事物 进行税是一千六百块钱 我们再看 国内进行税额是零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还是刚才这道题 外销的销行税没什么变化 百分之十六减击百分之十五 他还是一百块钱 外销行税 内销的销行税八百块钱也没什么变化 但是国内进行税额在上一道题呢 是一千六 我们在这道题当中是零 是零了 那么这一期的英纳税额呢 肯定是九百块钱 就要向国家进行交税了 要向国家交税了 就没有我们进向税额 官单计算出理论的最大退税额是多少 一千五百块钱 一千五百块钱 由于我们没有国内的进向税额 就在计算英纳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进向税额留底 等等的 所以我们当期的退税额 就是零了 没有一分钱的退税 剩余的退税额 就变成了一千五百块钱 就变成了一千五百块钱 这是国内进向税额变成零的情况 我们再看 国内进向税额变成两千六的情况 外销的消耗税还是一百 国内的消耗税还是八百 但是国内的进向税是多了 这多少呢 两千六百块钱 第四步 计算英纳税 九百减去两千六百块钱 剩下的留底是多少 一千七百块钱 那么剩下的留底是一千七百块钱 是不是意味着国家要把这个留底税都给我们退了呢 要把我们这个留底都给退了 不是我们还要和这个官单理论上的最大退税额 这个一千五百块钱进行一些比较 很显然 这个一千七百块钱大于我们这个一千五百块钱 对吧 我们说这是官单理论上的最大退税额 虽然你有那么多一千七百块钱的进向 但是你不能超出这个一千五百块钱 所以我们当期退一千五百块钱 剩余的未退税额 就是零剩余的未退税额 然后有位学员说 在这一步上啊 一千七百块钱 退了一千五百 剩下的两百块钱 剩下两百块钱可以转到下一期 就是你下期再有内销 我们还可以进行底顶 下期我们再有这个出口 我们还可以进行退税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进向税呢 分别是一千六 零 两千六百块钱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清楚 说清楚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要强调一下 还要强调一下 比如说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国内进行税额是零 那么导致了我们这张官单的 退税额 一分钱都没退 都转成了剩余的未退税额 这个剩余的未退税额 还要交纳附加税 还有交纳附加税 还有交纳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条件下 要纳税额出来九百块钱 他是需要乘上百分之十三左右 计算他的附加税 在第七步也同样 这个一千五百块钱 也要同样乘上他的这个什么 附加税的这个税率 来计算附加税 也就是这个剩余的未退税额 剩余的未退税额 除了不给你退税之外呢 还成为一个计算附加税的 这个计税依据 所以这个金额八百块钱 就不是说特别好了 对吧 也就是他越大的话 交税交的越多 退税退的也就越少 退税退的也就越少 那么这样的话 咱们企业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呢 肯定不希望这个未退税额 变得特别大 那么就像我们这样啊 这个企业的未退税额 整个都没有退 全部转成了剩余的未退税额 是吧 那么这就显然我们对企业来说是不合适 我们咱们负责人就好 问咱们快一点 怎么能让我们退税变得最大 剩余的未退税额变小一点 我们说当然我们说要增加进向税额 是吧 我们在2600%进向税额的时候 这剩余的未退税额就是零 剩余的未退税额就是零 那么咱企业负责人可能会说啊 那么这一期呢 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的进向税额 拿到拿不到 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这个资金情况比较紧 这个月呢 国外的货款没给我们打过来 导致我们资金呢 没有跟我们供货商去结 所以国内的供货商 也没有给我们开这个原材料的这个进向税 导致了我们这个 2600块钱的这个什么呢 进向税额拿不到啊 所以这就导致了我这个啊 剩余的未退税额最大 如果到了下一个月啊 我们说企业老板我们资金就回来 国外客户啊 这汇款就来了 我们到下一个月 我们就可以把剩余的这个啊 未退税额给降低了啊 多退税了啊 那怎么办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本月资金不足 进向税啊 比较少啊 导致剩余的未退税额比较多 那么咱们企业啊 可以利用我们申报退税的这个什么呢 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申报退税的时间 并不是说让我们企业啊 就是说出口的次月 马上就进行申报退税 对吧 我们说我们争期呢 我们这个申报退税的这个啊 期间呢 可以一直拖到我们出口的次年的四月份正期结束 再去申报退税 那么这样呢 我们企业就可以选择一下了是吧 因为 我们啊 当期拿不到那么多进向 所以虽然我们可以去申报退税 电子新已经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啊 不去申报退税 拖延一些申报退税 放到下一个月或者再下一个月啊 当时我们这个企业拿到那么多进向税之后呢 我们再去申报退税 这样呢 就可以降低我们的剩余的未退税额 增加我们的这个退税额 增加我们退税额 那么这样的话啊 咱们企业的这个相关的人员有可能会说了啊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无限制拖呀 是吧 每一次的话都拿到那么多的进向税额 让我们退税呢 都退下来 1500年都退下来 然后呢 剩余的未退税额都是零啊 这样可不可以啊 这样可不可以 就是每一次在申报退税 我们都变成第三种情况啊 都要等等等等 等进向税额来了之后啊 我们都退下来 剩余的未退税额变成零啊 那么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呢啊 偶尔那么一两次是可以 但是时间长了 就会出现问题啊 那么在免体退税核算的原理这一课程 我们将不介绍 我们剩余的未退税额啊 为什么变成零啊 是不好的啊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当中啊 讲评估指标的课程当中 会对于这个免体税额进行详细的介绍 也就是剩余的未退税额 那么现在我们了解了免体退税的计算的这个原理了 我们再回到国税总局的这个 他的这个文字描述上 我们看一下啊 他的第一步计算当期不得抵扣税额的计算 是吧 我们管他叫做外销的销项税额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在我们总局的这个核算里面啊 退税系统的核算里面 是没有外销销项税的这个概念啊 只有年底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啊 那么因为呢 一开始如果说就给大家介绍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话啊 那么大家可能会啊 有疑问 为什么叫做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啊 那么这样的话 非常难以理解啊 那随取的咱们随随知道对啊 这个也不是咱们取的名字对啊 他为什么叫做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外销的销销项啊 那么大家就说便于理解的话 你就心里想它是外销销项税额 那实际的名字叫做不得免征和抵扣的税额 我们再看 内销销项税额当然没有变化了啊 国内进行税额也没变化啊 英纳税额也没有什么变化 官单上理论的最大退税额 在国税总局的这个政策里面叫做什么呢 年底退税额啊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官单上理论上最大退税额 但实际上他就叫做免底退税额 你不要去上我们退税去系统里面去找啊 说官单理论最大退税额 那没有啊 其实他的名字叫做免底退税额啊 就为什么叫免底退税额 我们也不太清楚啊 那么退税额呢 就是应退税额 退税额呢 就是应退税 这七百块钱就叫做应退税额 当期的应退税额啊 当期应退税额 那么当期的免底税额等于当期的免底退税额 减去应退税额 实际上就是官单上理论最大退税额 减去已经退的税的剩余的未退税额 也就是剩余的未退税额呢 实际上就叫做当期的免底税额啊 当期的免底税额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公式里 我们啊 第一项计算叫做免 免底退税 不得免贞和抵抗的税额啊 第五项的计算叫做免底退税额啊 第六项叫做免底退的应退税额 第七项叫做免底退的年底税额啊 第一项啊 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 都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大的名字啊 所以大家在理解完核算之后呢 啊 一定要把相关的这个大名字啊 给记住了啊 这样我们在进行退税系统申报的时候 他出现一个什么呢 名字说要填写这个什么呢 免底退税额啊 或者说他要填写这个免底税额 那么我们知道啊 他究竟是如何计算出来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免底退税额算的这个原理了